我这六十年来 也不是很平坦的道路啊 区区区区 障碍重重啊 都通过了 怎么通过呢 放下就通过了 别止住 瞬间 不可以贪念 也放下贪念 逆境 要放下诚会 永远保持 清净心 平等心 这叫道 不要被外面境界所转了 这叫功夫 用现在话说 不受外面环境的影响 环境 是没法子离开的 只要求 我不受他影响 我不被环境所转 智慧就开了 这个首先的条件 要能忍辱 要能吃亏 不能忍 不行啊 那怕吃亏 那也做不到啊 你的心 永远不会低下来 所以古人讲的话好 吃亏是负 一点都不错 出出得让别人 决定不要放在心上 你的心才风光 你才能照进 啊 什么都计较 就坏了 就错了 你的心就乱了 你智慧就没有了 啊 说佛的 目标在哪里 目标在觉悟 啊 觉悟可能吗 可能 为什么 你本来是求悟 你为什么会迷了 你六根在六成上 啊 言见色而闻身 你起了分别执着就迷了 啊 这是以后我们的大臣经上 看到太多太多了 啊 放下执着 与世出世间一切法 不再执着了 执着的念头都没有 行了 你觉悟了 你把障碍放下了 你就觉悟了 觉悟是自己有的 啊 就像马民菩萨在七星论说的 本觉本有 不觉本无 那你把不觉放下来 本觉不就先前了吗 啊 那个时候什么东西先前 证着先前 啊 我一切都不执着了 执着障碍了 要证据 啊 只要把执着放下 不再执着 啊 证着先前 那人家就叫你做阿罗汉了 啊 阿罗汉是个学位 啊 佛门里面最低的一个小城 这学位你就拿到了 再向上提升 不但不执着 你分别也没有了 啊 与世事事出世间 分别的一个念头都没有了 这叫菩萨 啊 你觉悟了 这个觉悟比阿罗汉高 正等正确 啊 再向上提升 那是不起心 不执念 啊 连起心动念 都没有了 这大定啊 啊 自信 本定 啊 真正 还原了 啊 大臣教里面讲 明心 见信 见信 臣佛 那这时候就称作佛陀 啊 那你的觉悟呢 叫无上正等正确 无上正等正确 是你自信里都本有的 不是外头来的 障碍去掉了就恢复了 啊 这叫明心见信 见信之后 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为什么 因为 设法界一真壮严 是自信信的 是自信深的 啊 是阿赖耶变的 啊 信实 都是你自己的 你统统都明了了 还有哪样 你不知道呢 啊 所以你在 所信 所身 所变上学习 那是知识 你如果倒过头来说 你在能信 能生 能变上下功夫 你把它找到了 源头找到了 那是智慧 啊 智慧能解决一切问题 不但解决日常生活 小地球 算什么 并法界虚空解 大智慧呀 佛说 人人皆有 不失他独有 一切众生 借由如来智慧得行 但以妄想 执着而不能真的 你看 说的多清楚 多明白 这东西能不去掉吗 舍佛 没有别的 就是方向 啊 说我感恩 张家大师 我们第一天见面 我就问他这个问题 我说 我从方老师呢 你知道 啊 佛法非常殊胜 真正是大学问 啊 最高的哲学 有没有方法 让我能 很快的 去乎 我提出的问题 这个问题提出了 这真是大问题了 啊 张家大师看着我 头一天见面 我也看着他 啊 我看着他 等待他 回答我 啊 看多久了 看了半个多小时 一句话也不说 啊 我到十几年之后 才晓得 那是一种特殊 高明教学方法 啊 为什么 我们年轻 心浮气躁啊 啊 心浮气躁 给你讲了 耳边风 车子听到 他出去了 不带手用 半个小时 他看着我 看着 定下来了 半个小时 沉淀下来了 他要让你 真正定下来 才跟你讲话 啊 有一点点 浮躁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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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象 他不跟你讲话 啊 以后我跟张家大师 三年了 每一个星期 两个小时 都在禅定里头 说话不多 但是 跟你印象很深 你一辈子 不会忘记 啊 等到半个小时之后 他说了一个字 他说了一个字 这一有 我们就动起来了 我们这个心里马上就整动起来了 这又不说话了 那 这一次的时候 这一次的时候时间短一点 大概七八分钟 沉默了七八分钟 很慢 一个字一个字讲 看得破 看得破 放得下 够讲六个字 啊 两个小时 实际上讲话不多 不会超过二十句 啊 他说话很慢 一定看到你 浮躁的这个气象 没有了 他才会说 啊 有一点浮躁气候 他看得不跟你说话 那一天我离开 这第一次 他老人家送我到门口 拍着我的肩膀告诉我 我今天告诉你六个字 你好好去做六年 我真听话了 真的在看破 放下上下功夫啊 那个时候 这看破 放下的意思 太深太广 我们那个时候 领略到的是很腹浅 但是要做 从放下去走 放下 帮助你看破 看破 帮助你放下 看破是智慧 放下是定功 啊 恢复到清净平等 觉 觉是看破 清净平等是放下了 这是你做真功夫 你在经典里面所学习的 你要能应用在生活上 你的时候用了 真的是发洗充满了 我这六十年来 也不是很平坦的道路啊 区区区区区 张爱重重啊 都通过了 怎么通过呢 放下就通过了 别止住 瞬间 不可以贪念 要放下贪念 逆境 要放下诚慧 永远保持 清净心 平等心 这叫道 不要被外面境界所转了 这叫功夫 用现在话说 不受外面环境的影响 环境是没法自离开的 只要求我不受它影响 我不被环境所转 智慧就开了 这个首先的条件 要能忍辱 要能吃亏 不能忍不行啊 那怕吃亏 那也做不到啊 你的心永远不会定下来 就古人讲的话好 吃亏是负 一点都不错 处处 得让别人 决定不要放在心上 你的心才放光 你才能照进 那什么都计较 就坏了 就错了 你的心就乱了 你智慧就没有了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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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